那一个的大弹跳 但是收球了 一个短距离的传球 一出局 哎呦 中线被拦住 哇滑 结果出局 真气 用扑垒的方式试图啊 但是因为一垒是强迫进垒状态 那要挑战 接近哦 头部扑垒对身体会比较有风险 赛季这么长哦 最好是用冲的过去会比较好 对 因为戴在棒头上哦 所以 并没有能够强劲地穿过内野防线 哎呦 哎呦 机会哦 哦 呵呵 赛季好 那既然是赛季就是内野安打 这球打在中线 直接穿过去 形成了穿越的安打 好 齐恩奇稳稳地站上得分位置的二蕾 在连续的安打出现之后 打击到的是申浩尾 这一球打得不错 在角落掉下来的安打 而且获得了秀逸 前卫跑者驰恩奇一流远就回来了 那外野手郁德龙也放弃了坐长船 因为他知道他快不过驰恩奇的那一双快腿 对 连续的安打出现 他现在追平分 由申浩尾所代表的也上到一垒了 我这个内角位置有很不错的挥棒轨迹 很快就到定位了 打出匹飞安打 这一球一打出来很好判断 绕过三垒直接回本垒 齐恩奇的判断很好 对 他的这个无限就是很轻的 最清楚的就是要绕了一球 打着滚地球 弹跳比较缓慢 二垒封杀 董子安在一垒 还是躲不过这个双杀 连续两局 富邦都出现了双杀打 不过富邦在第七局的攻势呢 是追回了一分 2比4 还有两分落后